今天晚上的時候 可能在我們的 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會有一些風雨的狀況 那麼其次呢 颱風走掉之後的話 後面還有一個海傀颱風 它會在大概 是最接近台灣的 在北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 價錢會變多一點 蘇拉颱風29號晚上 已經增強變胖 強度已經到達巔峰 暴風圈也在30號上午 出風到恆春半島 高雄、屏東等縣市 都出現了強大雨勢 造成多個地區都有淹水災情 不過越斯多拉移動加快 路徑也往南偏 預計最快30號晚上 或者是31號就可以解除路上警報 但氣象專家提醒 儘管颱風遠離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外圍環流影響 局部地區還是會有震雨發生 今天晚上的話 它的中心會來到我們台灣的西南方海面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帶來一些比較偏南的雲帶 所以說今天晚上的時候 可能在我們的屏東 高雄甚至台南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風雨的狀況 那麼到了明天的時候 颱風會來到這個東沙島海面 那對我們陸地來講的話 威脅都比較減輕了 那麼這個路上等候警報 也都可能解除掉了 但是在我們野海地區來講的話 這個風浪的部分都還是蠻明顯的 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雖然可能颱風來得快去的也快 但是到了明天的時候 野海的風浪都還是比較大的 盡量要避免遷用海濱活動 在這個整個西半部來講的話 可能在這個嘉義北 可能天氣來講都還算是不錯 那留意的反而是說這個 因為颱風帶來一些 這個偏東風到東南風 那有一些這個增溫下沉的一個現象 所以可能天氣上感受起來 都會比較熱一點 那麼其次就是說在這個 花東地區或者是在 我們的宜蘭的山區這邊 可能颱風外環流 還是會帶來一些 這個震雨發生的狀況 不過這個雨勢來講 都不是說很大的 所以颱風真的不用期待 不用期待了 這個颱風應該就這樣子了 雖然蘇阿颱風來得快去的也快 不過在台灣東方海面上 還有一個海魁颱風 是否會影響台灣 甚至出現藤原效應 也備受關注 颱風走掉之後的話 後面因為我們的東方 還有一個海魁颱風 它會在大概禮拜五 禮拜六的時候 是最接近台灣的 不過目前看起來 它應該是從這個 台灣東北方的這個外海通過 那對我們台灣 應該是沒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這個 因為它的颱風 離我們還是不是很遠 所以說可能在禮拜五 禮拜六這段時間 在北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 受到這個海魁颱風 外環流影響 可能山區部分的降雨 會變多一點 那麼其次就是說 就是沿海的這個 長浪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都會持續到 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 變成是說 這個北部這邊的話 這個沿海的風量 也都比較大 而且持續時間都要比較久 到這個六日 才會慢慢 所以海魁颱風 在禮拜天逐漸遠離 才會逐漸的 還浪況 才會逐漸的減弱下來 另外除了蘇拉 以及海魁颱風之外 在台灣東南方海域上 還有一個熱帶性低漆壓 已經生成 是否會成為颱風 路徑又會怎麼走呢 氣象專家也給出答案 目前在台灣的東南方海 面大概3000多公里 還有一個這個熱帶性低漆壓 但是它在未來的話 也有可能形成下一個颱風 不過目前看起來 它離我們是比較遠一點 那未來也常常是 日本的方向在移動 對我們台灣 應該是沒有直接影響的